南投福人社等11家善心团体 合力捐赠30秒及时心电图测量仪器 县府举办捐赠仪式表达感谢 县长林明珍也引邀出席 同时启动新房战动快速就医医疗资源整合计划 将仪器分配到13乡镇市卫生所 提供65岁以上乡亲免费筛检 守护乡民健康 好 OK好 透过军政的仪式 南投县长林明珍感谢南投福人社等11个团体 购置超过100万元的30秒及时心电图量测仪器 并在县内合作医疗运水的协助下 启动快速就医医疗资源整合计划 一同守护县民的健康 好 等一下 好 美女伙伴如果开设完毕之后 我可能要启动 及早的发现 让我们能够早日的来治疗 避免中风或是心肌梗塞 我想这个仪器是非常有必要的 功能非常好 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来检查自己的身体 我们其实从去年的疫情开始 就不断的在关心南投县县民的乡亲的健康 那我想今天捐赠的这一个仪器 未来将透过AI的一个科技能够及时来守护我们乡亲的健康 我想对南投县乡亲的一个健康照顾是有相当大的注意 县府启动这项计划就是要落实预防中风 从心房战洞检查来找出心律不准做起 做13厢正式卫生所 还会走入社区来巡回筛检 提供50岁以上的县民 都可期待健保卡免费筛检 筛检结果一会上传到云端 由专科医师来判读 心房战洞是最常见的心律不准 这样的心律不准 它会增加中风的风险 有这种病 它中风的风险是一般人的五倍以上 所以这样的病患大部分没有症状 所以我们用心电图把它找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给它做药物的治疗 新政府预计每年检查人数可以达到两万多人 若发现有问题的患者 可以究竟经过卫生所 转介给医院进一步治疗 但也提醒筛检没有异常的民众 还是需要定期检查 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 一起来预防脑中风 记者女性脑线 采访报报道